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F1卡塔尔大奖赛直播 卢塞尔赛道的比赛更新和时间 F1直播 如何在线观看卡塔尔大奖赛 肯尼亚的凯尔文 基普图姆在芝加哥打破了男子马达松世界纪录 普一格在新加坡完成了从头到尾的胜利 科接近Lave竞技名额 肯尼亚副总统表示 肯尼亚将向中国申请10亿美元 并请求延长偿还债务的时间 等等 请大家收看 F1卡塔尔大奖赛直播 卢塞尔赛道的比赛更新和时间 英国独立报 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卡塔尔大奖赛的冲刺赛中 塞尔吉奥 佩雷斯发生事故后 赢得了2023年F1世界冠军 维斯塔潘本赛季赢得了16场比赛中的13场 其中包括4场冲刺赛中的2场 他在冲刺赛中只需要获得前6名 就能确保夺冠 现在他已经无法被队友佩雷斯追赶 维斯塔潘在整个赛季中表现出色 现在已经赢得了他的第三个F1世界冠军 他将这个冠军称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 并用闪亮的水庆祝 F1直播 如何在线观看卡塔尔大奖赛 英国独立报 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卡塔尔大奖赛的冲刺赛中 他的红牛车队队友塞尔吉奥佩雷斯发生了事故 维斯塔潘因此赢得了2023年F1世界冠军 本赛季维斯塔潘赢得了16场比赛中的13场 佩雷斯在第二名 剩下6场比赛和两场冲刺赛也无法追赶维斯塔潘 维斯塔潘在冲刺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落后于首次获得F1冠军的麦克拉伦车队的奥斯卡 皮亚斯特里 兰多 诺里斯 获得第三名 本周末的比赛日程包括周日下午6点的主赛 肯尼亚的凯尔文 基普图姆在芝加哥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 加拿大CBC 肯尼亚选手凯尔文 基普图姆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 以2小时35秒的成绩赢得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 基普图姆超过了同胞埃利·吴德 基普乔格创下的纪录超过30秒 尽管最初没有瞄准这个纪录 但基普图姆表示他在比赛的最后几公里时 就知道这个纪录是可以达到的 他比第二名本森 基普鲁托领先了三分钟以上 普一格在新加坡完成了从头到尾的胜利 科接近Live晋级名额 南华早报 大卫 普一格以一场从头到尾的胜利 赢得了新加坡国际系列赛 领先第二名而贸易武甘 普一格的胜利使他在银前榜上升至第二名 确保他有资格参加Live Golf推广赛 香港的高泰池正在接近前32名 这将使他有资格参加类似资格赛的比赛 亚洲巡回赛接下来将前往澳门参加澳门公开赛 肯尼亚副总统表示 肯尼亚将向中国申请10亿美元 并请求延长偿还债务的时间 南华早报 肯尼亚副总统威廉 鲁托计划在本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 向中国寻求10亿美元的资金 以完成停滞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笔资金将用于完成中国建设的肯尼亚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标准轨道铁路SGR SGR是中国数十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由中国国有的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然而 在铁路的前两个阶段完成后 该银行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除非进行商业可行性研究 鲁托还将请求贷款重组 要求中国给予更多时间偿还贷款 肯尼亚目前有大约8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 其中大部分用于建设SGR和公路 寻求额外资金的请求标志着鲁托团队立场的转变 他们此前曾批评前一届政府给国家带来了中国债务负担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热辣的新闻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F1卡塔尔大奖赛 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这场比赛中赢得了2023年F1世界冠军 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个冠军了 维斯塔潘本赛季表现出色 赢得了16场比赛中的13场 包括其中的两场冲刺赛 他的队友塞尔吉奥·佩雷斯在这场比赛中发生了事故 因此无法追赶维斯塔潘 让我们一起为他的成就鼓掌 不过 我们也要为佩雷斯的不幸事故感到惋惜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肯尼亚选手卡尔文 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比赛中 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的消息 基普图姆以2小时35秒的成绩夺冠 超过了上一个纪录超过30秒 他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可见他的努力和决心 让我们一起为他的成就喝彩 另外 大卫 普一格在新加坡国际系列赛中一路领先 赢得了这场比赛 他的胜利使他在赛季的积分榜上升至第二名 确保了他参加雷·高尔夫推广赛的资格 至于香港的高泰池 他正在接近前32名 这将让他有资格参加类似资格赛的比赛 恭喜普一格和高泰池 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取得好成绩 最后 让我们谈谈肯尼亚副总统威廉 鲁托对中国的借款申请 他计划在本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向中国寻求10亿美元的资金 以完成肯尼亚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笔资金将用于完成由中国建设的肯尼亚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标准轨道铁路SGR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由中国国有的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然而 银行拒绝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除非进行商业可行性研究 鲁托还将请求贷款重组 要求中国给予更多时间偿还贷款 肯尼亚目前有大约8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 其中大部分用于建设SGR和公路 这次的申请显示了鲁托团队立场的转变 他们此前曾批评前一届政府 给国家带来了中国债务负担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新闻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